用银河来导航 这像是你应该在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上听到的东西吧 在全新一代的iPhone15里 我们加入了革命性的银河导航功能 不过要让你失望了 采用银河导航的居然是一群每天都跟便便交在一起的史克朗 瑞典生物学家Marie Duck是一位资深的史克朗专家 长期致力于史克朗导航问题的研究 凭借我们刚才说到的 发现了史克朗竟然能够利用银河来导航这件奇葩事 还获得了2013年的港校诺贝尔奖 但话说回来 史克朗收获的一切不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小粪球吗 要导航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互助自己的胜利果实 跟我们理解的分便不一样 在史克朗的世界里面 分便可是既宝贵又稀缺的资源 比如在南非 一个大象的粪堆里面呢 可能就挤着成百上千只的史克朗 可谓生多粥少 于是他们就会互相冲撞 试图抢走别人的粪球 如果你是其中一员的话 会怎么做呢 一定是希望得了手就尽快离开现场 离开现场的最佳手段 就是朝任意方向沿着直线走 避免绕圈圈 但别小看一个走直线 它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不信你去摸一下福字 多少次你对准目标伸出掌心 在闭上眼睛走过去之后 连墙都给错过了 那么凭什么史克朗就能够走出直线呢 因为它实在是太精于导航了 除了那个十分炫酷的利用银河导航外 它还能利用太阳光 风向和月亮的偏正光 进行导航 堪称导航界里面的全能选手 好吧 史克朗为了生存 硬把自己逼成了一台导航仪 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这些学者去研究史克朗导航 又是为的哪一般呢 总不可能就是为了拿个搞笑诺贝尔奖吧 实际上 他们是为了学习这些昆虫们的导航机制 希望借此来设计出更加搞笑的导航工具 应用于无纹驾驶等方面